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少年 请握住他 结束这场试炼 不管发生什么 要勇敢去面对 还是没有伤伤 该结束了 我 这事 发生什么 光连树 青年都被他吸收了 青年都被他吸收了 青年一口气冲到了九十点 大人 人类境地东南方向 能量异动 侍奉前去调查 人类境地东南方向 哼哼哼 很好 少年 你并不惧怕黑暗 我将赐负你的命 引领人类迈向新的机会 但赐负王王与祖宗相 你将经历漫长的磨难 面对数不清的挑战 你需要兵成骑士的精神 永不为救 甚至献上自己的生命 你害怕吗 好人他 竟然还在冲击献天满灵力 可惡 hall 小学 novelty 你养了我的新人 最后 我将告诉你的是 结束了 血还差一点 就先天满灵力了 不好 他年纪太小了 是否受不了这不光明之灵 救命 心忆老师 我成功了吗 心忆老师 我在奥丁山出这么久 都不知道这里还有个温泉 实书上计算 神圣觉醒超过九十点 被称作光明之子 而这孩子竟然有九十七点 要不是及时封印住他觉醒的力量 后果真难以想象 心忆老师 我的先天内灵力 到底是多少啊 我说了 无论高低我都会教你 等时机成熟 我自然会告诉你 哦 是 其实圣殿历史上 还从未有过光明之子 光明之神 这就是你让我等待十年的意义 和尘 你知道这种生物吗 这是馋 对 但是你知道 就这么小小的一个生物 为了从地里破土而出 它要先在黑暗中折服十几年 人类也如同这只馋一般 几千年来 都被魔族的黑暗笼罩着 但现在 这个黑暗的年代该结束了 这是陌生黄蜂秀 这是陌生黄蜂秀 我的一生之敌